《山寨探望十六》 每個故事都有轉折點 6-3 1982年11月20日 佳寧宣布放紅1億新股 集資5億 佳寧股價因此急跌三成 由1.54港元跌至1.05港元 恆新指數同期跌近一成 由833點跌至754點 跌破被視為勞不可破800點關口 10月25日 佳寧宣布取消集資 12月17日 佳寧股價跌至8毫二仙 198301月 報章說陳松青曾經破產 亦沒有神秘資金 只靠去買物業延遲付錢 按揭再借款 1月3日 佳寧股價8毫八仙 其中人神收市價12.5 維達行業收市價7毫9仙 三隻股票平牌 陳松青宣布擁有上市公司 暫停買賣 可由匯豐銀行 向陳松青旗下公司的母公司 提供2億5千萬港元活期透支 以供注資 1983年1月4日 佳寧停牌後 暗環價8-9毫 1月7日 新加坡商業時報報導 移民財務無法先收回 佳寧和億大貸款 2月 佳寧委任坑保財務 匯豐銀行旗下 惡多李維代表 向債權人商討債務重組 並且匯豐前任副主席包約翰加入董事局 嘗試新股代替債務框架之後作出協議 透過賣出佳寧旗下附屬公司 來減輕債務 4月 佳寧結束的士業務 出售全部454部市區的士 1983年9月 匯豐受信財務接收454部的士 每部18萬5千元 共值8400萬 4月11日 佳寧要求債權人以股代債 4月29日 證監事務監委會調查佳寧集團 5月11日 詳實追佳寧6千多萬 涉及未完成的七行道密約成交 6月20日 佳寧債務重組 定在9月10日進行 9月9日是佳寧的死期 以巴欠來自馬六甲 是一個高材生 求學當時就很喜歡數學堂理科 1963年 考取LCE之後 加入皇家軍事學院 接著到俄羅西蘭基督城大學留學 考取會計學學位文憑 1970年學成歸來 當個短罩教師 1974年 加入二萬銀行 當入內部啓查師 勤奮和忠於工作 進升很快 1978年 升任二萬銀行 啓查一部經理 1980年 伊巴欠獲得二萬銀行的獎學金 去到瑞舍洛桑的商學院 繼續深掃考取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1982年 提出將美國一塊土地用7600萬美元 打壓給遇民財務 換水商同數學的附加貸款 這筆貸款經入遇民財務務公司 遇民銀行 1983年6月 遇民銀行派伊巴欠去到美國 調查佳寧所講的福地 邀請著名地產股價師股價 發言只一塊位貧民掘的坊地 價值最多只值3,000萬美元 與佳寧宣稱的7,600萬美元 相差很遠 伊巴欠調查佳寧在美國地皮之後 回到香港 用電話通知大碼預賣銀行的頂頭上司 以助理行政總經理身份 阻止分批發放貸款給佳寧 其他筆400萬美元的貸款 原來在6月18日發放的 7月7日 大碼巴山商人密福祥 又叫密福森 與妻子拿著馬來西亞護照 來到香港 住機場富豪酒店 7月13日 家庭宣佈出售友聯銀行 和旗昌保險股權 共值1,7770萬美元 交易最後限期是9月9日 一日未得到債權銀行 包括愚民財務同意 證監處不批准這項交易 7月18日上午 陳重青和何貴全和一個律師 去到九龍一間酒店 見大碼裕民財務公司董事長 奧士文 商討給伊巴謙扣起的 400萬美元的貸款 奧士文叫陳重青下午3時45分 去移民財務辦公室 伊巴謙會和他辦手續 上午9時半 愚民財務聖前助理總經理 在愚民財務辦公室 通知伊巴謙 家庭集團附屬公司 向愚民財務借400萬美元 陳重青今天下午3時45分 會來辦手續 貸款要伊巴謙簽名批准 伊巴謙說大賣有個富商 要兌換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 許約麗精酒店處理 拿了35800元港幣離開寫字樓 上午11點 麥福祥在尖沙咀金馬倫道一家壓店 當了手錶得到1萬元 之後入住麗精酒店609號房 下午麥福祥在尖沙咀中心買了行李箱 中午10點鐘 伊巴謙在麗精酒店6097 大賣富商不在房間內 10點27分 麥福祥寄了兩杯咖啡送到房間 給貼士適應 之後再給一杯咖啡 抬兩下三文字 下午2點半食物送到來 下午3點45分 陳松青到達移民財務公司會議室等伊巴謙 下午4點10分 伊巴謙打電話給聖前的助理經理 知道移民財務主席 同意借400萬美元給陳松青 貸款時間是下午4點30分前 前經理叫伊巴謙回公司簽紙 這個時候電話沒有聲 伊巴謙也沒有回音 最終由前經理簽紙批准貸款 前經理和伊巴謙失聯 通知馬來西亞駐港領事館 領事館人員報警求助 警方列座失蹤人口案處理 下午5點20分 麥福祥叫侍應 將尋找行李箱搬到樓下 乘搭的士離開 先去美歡新村找人 找不到 要由的士司機協助租私家車 的士司機將會載到觀塘 麥福祥租車之後 將行李箱放到車尾箱 麥福祥回麗鷹酒店 晚上耍點25分 麥福祥同事應說 浴袍死了一條腰帶 由邵英補回 第二天的令時 麥福祥退房離開 1983年7月19日下午5點多 一個女子在大博客火車站在昭霖 犯一具屍體 死者是男性 頸部持有玉婆腰帶 身上占有不死的牧屍 現場是沒有同類型的牧屍的 探員相信昭辣並不是第一案發現場 屍體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案件列作兇殺案 探員的屍體在褲袋中 找到一枚馬來西亞硬斃 根據入境記錄和失蹤人口記錄 認為屍體是失聯一日的伊巴謙 前經理和理事館人員到場認屍 稱是死者伊巴謙 警方找到伊巴謙的日記 一封還未寄給妻子的信 伊巴謙詳細講出 對某一件交易的看法 認為是錯的 但他沒有法子阻止 感到心灰意冷 伊巴謙信中告訴妻子 他會以二萬銀行副總經理身份 阻止發放400萬美元貸款 8月3日報章刊登內幕消息 頭版報道疑犯容貌和懷疑犯案過程 上月10點45分 高格督察各地 在警司留下權率領下 來到青衣島美陸花園4樓 麥福祥爬槍逃走 失去由4樓到下 雙觸截斷 探員用鐵筆劍門入屋 股內沒有人 割底身流出窗外 見受傷是麥福祥 將他拘捕 送到醫院急救 再送到機留病房接受調查 麥福祥最初和警方說 自己是馬來西亞財政部人員 遇到香港周行任務 其後又說真正兇手是聖身的朝鮮人 日以拜險阻止貸款將他殺死了 犯法當下午3點 朝鮮人叫麥福祥出去買旅行箱 麥福祥4點回來時 依拜險已被朝鮮人用衣帶勒死了 探員去麗徵酒店6097調查 發現現場正在裝修 地板留下不少木屑 與醫班身上煎入木屑相同 根據酒店職員口供 綁在耳筆頸上的衣帶 與麗徵酒店所用的相同 6097肉的衣帶都失去了 探員相信6097是案發第一現場 警官內控告麥福祥優行謀殺罪名 經連串司法程序 等下界上高議受審 探員游水麥福祥做污點證人 供促主謀 麥福祥這樣說 如果謀殺罪名成立 我會被判死刑 但香港實際上都不執行 坐十年八載就放牢了 如果現在公出幕後主佬 我和家的性命都會不保 1983年 公路公司結束 謝信成改名叫謝信成 1983年8月18日 嘉玲要還6億美元 陳松青又是大馬兩兄弟 即是謝信發和謝信成 提出收購佳寧資產和其商保險 債強要求佳寧在9月9日完成收購 置地和佳寧合資經營的山頂 回到三個物業 佳寧已支付9億9800萬給置地 其中5億5000萬未能夠如期支付 1983年9月5日 置地宣佈佳寧為約 以3150萬回購三個物業業權 8月29日到9月9日 台風外輪襲港 導致十死、十月失蹤 333人受傷 陳松青未能夠在9月9日完成收購 9月10日到13日 警方傷害罪案調查科 搜佳寧中心 O記和重案一共140多人 檢查了60箱文件 佳寧向案宣稱負債60億 實際負債106億 其中46億是欠移民財務的 其餘20億欠債日不祥 9月15日 林氏家族打算出售八寧訊 八寧訊是涉及與佳寧友聯銀行交易的 1983年10月 佳寧集團正式清盤 創下全亞洲最大中公司倒閉事件 12日下午5點半 蘇伊科督察史達寧 在聯署總部拘捕陳松青 陳松青交給督察一封信 書中表明不會回答口頭查詢 要用書面考慮之後才會作答 這個亦是創舉 會的卡 好